原标题 他的资历足以受上架 却没有军衔 晚年把钱都送给老百姓历史客栈之前介绍过 八路军开始时下下六个旅 其中最牛的旅是386旅 在旅籍干部中 旅长陈庚是大将 副旅长陈在岛 参谋长李居魁 郑迅处主任王新亭都是上将 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 那么哪个旅是发展最不理想的呢 应该是358旅 旅长卢东升没等到建国就牺牲了 副旅长李景全 郑迅处主任张平化都没有军衔 只有参谋长姚哲守中将 另外358旅后来还有一位政委 叫罗贵波 按资历足以受上将 但后来也没有军衔 咱今天就来说说这位罗贵波 说罗贵波足以受上将 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红军时期 罗贵波是干南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23岁就成为红35军军长 请注意 林总也是在23岁当上的军长 而且两人还是同龄人 都是生于1907年 到了抗战时期 罗贵波除了担任358旅政委 还是禁随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兼政委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担任过吕梁军区政委 进攻军区司令等职 建国后又是第一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这样的资历 受上将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 因受贤时罗贵波正担任驻外大使 离开了军队 自然也就没有军衔了 罗贵波在担任禁随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期间 有很多传奇故事 下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八分区除了打击日后的日常工作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护送瓦军的重要人物 通过日战区进入延安 罗贵波到任后 立刻成立了交通科 下辖四个交通队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打造一条钢铁走廊 钢铁走廊建好后 彭老总 刘伯承 陈老总 素玉等人都走过 毫发无伤 很多人都说 只要进了八分区 日本鬼子再多也没办法 八分区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 多次扫荡都不奏效 反而得到了盟军媒体的关注 美国纽约时报 时代杂志 还有英国的路透社 泰晤时报都要求采访 罗贵波 接待外国记者总得有地方吧 可八分区条件太差 罗贵波千挑万选 才选中了一座破庙 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成了采访会议室 外国记者讲究眼见为实 说我们没见过你们针刀针枪上战场 眼前的这些成绩未必是你们的 罗贵波笑道 这好办 你们都跟我来 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罗贵波带着记者团 摸黑来到了坟洋县 这里诸有一个日军旅团部 罗贵波说 你们都藏在碉堡里 瞪大眼睛看住了 罗贵波一声令下 八分区的战士们立刻炸炮楼 端掉电灯公司 火车让给挖光了铁道 火柴场也火光冲天 记者们这才相信我罗贵波的能力 但还觉得不过瘾 就要求罗贵波再弄长大的 至少抓一个活的日本兵 罗贵波笑着说 这还不容易 罗贵波派两个侦察员化妆混进位于 坟洋城外西里的邪和堡的日军大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 晚上放了三颗信号弹 罗贵波指挥部队冲进邪和堡 打死了二十多个日本鬼子 活捉了四个 这一下质疑罗贵波的外国记者都闭上了嘴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说你们没有飞机大炮 怎么打日军更玩似的 罗贵波哈哈大笑 说 这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游击战 经过记者的报道 罗贵波在西方简直成了无所不能的大侠 成为八路军在西方名气最大的高级将领之一 罗贵波在晚年时还做过一件很感人的事 那是在1964年 罗贵波回到山西坟阳做调查 发现当地的百姓生活水平还没有改善 心里很难过 回到北京后 罗贵波就跟妻子李寒珍商量说 坟阳的乡亲们过得太苦 把家里的存款全都捐给他们吧 他们当年对我们不报 李寒珍也是一位老革命 立刻就同意了 说 家里总共有1933元 包括我的转业费 全都捐出去 有人说他们太傻 自己都吃得这么差 还把钱都送给别人 罗贵波和李寒珍说 我们吃点差的恶不死 但这些钱给了乡亲们 就能救活很多人 再说这些工资本来就是人民给我们的 我们用不完的再还给人民 有什么不对 确实太对了 但现在的人又有几个能这么想呢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